马公第三渔港一直渔船火紧 一艘停靠在第三渔港制兵场前的渔船 不知何故冒出火苗 由于船只是塑胶纤维及木造 很快的船只上半部就陷入火海 消防局货报之后赶赴现场救火 花了半个钟头将火扑灭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粗估财务损失不小 这一艘渔港旁的渔船不明原因起火 燃烧所冒出的浓烟只窜天际 几乎整个马公市都看得到 消防局聚报也马上派出消防人员到场救火 连彭南、白鲨、马公港务分队等单位都到场支援 这一起渔船火警之初 马公市长叶竹林刚好驱车赶往公务行程 要到前辽参加一场活动 途经第三渔港制兵场前发现渔船起火 随机下车了解情况 以手机拨打119 并且留在现场等候消防车到达之后 协助消防队员拉布水线投入救火行动 由于火势不小 初步目视 渔船的上半部全毁 一位渔民表示 这一艘渔船价格大概在2300万左右 于目前看到已经燃烧的部分 他估计损失至少破600万 因为光是雷达就要100万了 消防局表示 消防局后报之后 共派出了酒车22人投入抢救 期货的原因将由建事科进行调查 屋渔会的资金场前有渔船起火燃烧 那本区立即派遣辖区各分队 还有航空校分队 公计酒车22人前来抢救 那现场也有那个 通报13巡航区派遣海型的建筑由南侧 共同涉水抢救 那整个火事在勤务人员的抢救中 在15、17分 那外侧的灵火就熄灭 那在15、13、12分 整个火事就已经就控制了 虽然这一起火警把火事控制在局部 但第三渔港就位在市中心周边 浓密的黑烟窜出时 整个马公事都看得到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记者陈容宇报导